这瓶冬结宝是台东县政府和环保局制作出来的酵素清洁剂 本县的达人箱将厨余酵素广泛利用 种植出来的蔬菜翠绿饱满 销售到西部地区都被抢购欲空 8号下午环保局特地在县府大厅举办一场成果发表会 县长黄建廷更是极力推荐给所有民众 我们环保局的同仁推荐我 这个使用这个之后真的发觉还真的蛮不错用的 这个是刚刚有讲这个是百分之百的酵素 就是从水果皮然后用这个菌 用一点点这个菌去提炼出来的百分之百的酵素 那这个的话是加十分之一的这个东西 十分之一的清洁剂 然后其他的八分都是水 就比全部用清洁剂好用多了 然后他除了清洗之外 他排到河里海里去 又可以帮忙分解一些水中的一些杂物 一些成分又可以分解掉 对整个这个海洋的资源又有帮助 感觉我们的农作物 有时候会丢弃 生产过量的时候觉得很可惜 那既然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看到我们环保局做了这么多的一个产品出来 引起我的这样的一个想要来参与 我会想法是说 请环保局来辅导我们太马里香 也可以垃圾变环金 为了让民众了解制作厨鱼酵素 方便又简单 县长亲自和幼稚园的小朋友一起示范 喷洒在厨鱼上面 保留起来 然后装到一个桶子里面 喷几下的销 环保局表示 欢迎民众准备容器 前往巨大废弃物回收再利用中心 田庄厨鱼酵素 或者是每周一三五 前往县府服务台索取试用品 希望本县未来推动节能减碳 人人随手做 让环境负担逐渐减轻 东台新闻 陈进雄如青采访报道 主持人家自国最大 谢谢大家